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视剧作 最受关注的那还得是我们的四字弟弟 易阳千喜和物理涛涛黄子涛 带来的新剧热血同行 这部剧的两位主演是易阳千喜和黄子涛 两人都是21世纪新一代年轻演员的代表 易阳千喜作为TFBOYS组合成员之一 在长安十二时辰和少年的你 剧作中的出色表演和他惊人的表演技巧 作为一个年轻的歌手和舞蹈家 而出名的易阳千喜已经正式列入了 有影响力的演员的行列 而黄子涛作为热血同行的男主 虽然演过不少的电视剧 但是以往的角色对于他来说 很大程度都是本色出演 很难看得出他的演技如何 因此在热血同行官宣主演是谁的时候 黄子涛就被观众怀疑能否胜任这个角色 热血同行这部剧讲的是 中国青年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关头 感为人先奋不顾身 精忠爱国的精神 以及他们始终并肩而立 携手而行 不负信仰 不负家国的决心 确实十分的热血 这部剧与其他的轻功戏不同 它不是原创的剧本 而是改编自一部动画片 艳势番 因为有了之前动画的存在 所以观众对演员演技的要求就会很高 甚至是连场景方面也不能马虎 不然就会遭到观众的一直的谩骂 但好在热血慢行这部剧正式完结的时候 在豆瓣的评分是7.6分 算起来是近期口碑最好的国产电视剧了 热血同行以清长末年为背景 民主统治取代了封建统治 是当时中国的关键历史时期 很少有人会以此为背景 因为这个时代框架太大了 很难把握住 但好在导演抓住了这一点 那就是对历史的宣传和热血青年的鼓舞 所以整部剧的核心就是 勇往着前不回头 背对黑暗转向光明 以黄子涛饰演的崇利明为代表的热血青年 他们所在的时段在不断的衰落 但他们为国家而战斗的勇气 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他们维护正义和保持善意的决心没有改变 也就是这个演燃起了观众心中的热血 紧跟随剧情的发展 剧中每个角色都是演员精心的刻画和铺陈 没有肆意更改 他们想让观众感受到自己的热血 同时他们也正确的定位了剧中的人物性格和身份 通过自己细细的专研准确的把握角色 所以每次表演都让观众拍手叫好 看了之后就停不下来 这也让我们对这部剧的故事发展充满了期待 黄子涛饰演的第一男主角 崇利明张扬而不霸道 武断而不任性霸道的主持正义 将人民从尼腾中解救出来 他的热血和正义感随着时代的变化中不断的迸发 而黄子涛自身的气质与这个角色有着完美的相似度 黄子涛本有着富裕的家庭背景 完全可以拼蝶的他 却选择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最终走到了如今的位置 其实在2011年时 黄子涛就以EXO成员的身份公开亮相在大屏幕 部分韩圈的人不太了解EXO这个男团 他在当年可是引起过一阵的热潮 获得无数少女的喜爱 不过热潮始终是热潮 最终也慢慢的销声匿迹了 在2015年的时候 出现了回国事件 让黄子涛成为了全网黑的明星 事情是因为EXO的成员 吴亦凡和陆涵先后退队 回国发展 黄子涛在印子上发表了 对于他们两个回国不满的话 但是他没想到 不久之后自己也因为受伤 等诸多原因回到了国内 这样啪啪打脸的事情 让很多的观众开始讨厌他 成为他的黑粉 之后因为他的个人穿着 一副非主流拽拽的样子 然后就在被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是不管外界怎么去评价他 他还是依旧坚持初心 做最真实的自己 后来在演唱会上 因为一句演唱会上的狗带 被粉丝嘲笑 被黑粉做成了表情包 阴差阳错的火了 慢慢的表情包成了他的代名词 不再被黑 而被贴上了可爱善良的标签 也从黄子涛变成了武力涛涛 他第一部剧电影夏天19岁的肖像 票房仅为936.9万元 多半评分也停留在了尴尬的4.9分 可能是觉得演电影演的有点绝望 这么低的分 于是就换了个方向去拍电视剧了 结果拍的第一部剧 大话新游之爱你一万年又黄了 之后还拍了谈判官 两部剧都仅仅只有3.5分 真是拍一部剧 谎一部剧 即便面对这样的局面 黄子涛还是保持的自信 他开始自嘲说 我的不是靠男二 男三来蹭热度 我的热度是靠自己的 演男一 演的不好得来的 或许是自身的天赋不够 演技不够 他对自己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知 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 特别能够接受失败的人 我也知道必须得从失败中学习经验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制片人梁振华在曾评论黄子涛 在热血同行的表现时 他说到 除了专业 敬业和毫无保留的拍摄的态度 他靠自身多年的武术训练基础 几乎每个动作都是亲身上阵 亲力亲为 无论多么危险 为了演好崇利明 他将自己的全部的情感和时间 都放在了剧组里 把自己当作是崇利明 切身的去体会感受角色 最后他真的做到了 总的来说 这部剧无论是从人物的造型还是后期的制作方面来看 不仅还原了原著的漫画 还有所创新 在故事的叙述和情节铺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剧中人物的服装造型和动作都符合当下场景的人物设置 随着人物新进的情感的变化 服装的装饰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 黄子涛自身的努力加上自身帅气的 长得像一个漫画人物 完美的演绎了这个角色 终于守得云开剑月明 这部剧获得7.6分的好评 也算是撕掉了他身上没演技的标签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